才是对的 起立 没起立哦 不用 上课的东西自己拿出来 不用我剪 请不吝东西还没拿出来 东西要拿出来 还有 透明 透明的那一声 不要再讲其他的事情 这一个怎么写 这个怎么写 问号从哪里看出来 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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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先上来 加哪一段 俊梁知道吗 加哪一段 他洗手是应该的 因为会咬 所以我只要知道这段有多少 再把它补上去就好 对不对 所以加上 加 加 加一个 对不对 加一啊 对哦 所以我把它往下扳 如果把它往下扳 这个要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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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扳 往下扳 X22次 X22次 然后呢 扣掉 扣掉什么 扣掉 扣掉 对哦 对哦 是你那个好像有拍 好 我拍 没有啊 我没有画好了 我拍 没有啊 我没有画好了 真的吗 真的吗 有啦 我没画 我会 一两个 你要看它那个南光 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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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要写Y 南光 马车 马车 下去 马车 这也叫做Y等于 X22次方 这也要怎么写 Y等于 Y Y 中刀 下型 还是为什么 我叫你 邀请 不是要用姜 不要 他是人吗 还要用姜 你不知道 然后 然后 你突然 没收绍 哪里 看了大油 这一分 能 подпис 我来说 她能使用一个 上面这个表格 怎么写 自己写 写在笔记本上 这个的表格 要写 三个字 这个图形的表格怎么写 这图形是这个图形吗 这图形的表格怎么写 这图形的表格怎么写 这个图形 叫做y等于x的平方 那图形 是由表格画出来的 那我的函数长这样 所以我的表格 会怎么写呢 那表格是由x跟y来决定 表格是由x跟y来决定 表格是由x跟y来决定 所以 所以我会 我会先去抓这个图形的哪里呢 这个点的位置怎么讲呢 这个点的坐标怎么讲呢 x0 y4 然后 从这里开始左右对称不是吗 对不对 往右时间 再增加 往左时间再减少 对不对 所以x如果是 1的时候 上面要点多少 x如果是1的时候 1平方 1 x如果是2的时候呢 是 知道吗 x如果3的时候呢 我就是要你写这个东西 然后呢 对但是你不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你要弄清楚 题目在哪里 不然你们以后还是一样不问 -1 这个要写 因为对称嘛 对称 从这里开始对称 所以就 既然对称 这里会多少 对称 对称 对称就是在相同时间的距离 它会在相同的高度 对不对 对称的意思就是说 它在相同的距离 对 会有相同的高度 对不对 那你去算也可以算得出来 -1的平方 -1的平方 就是-1乘-1 你也可以算得出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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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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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一点的距离 好 所以你要 你要问我这一段有多长吗 好 如果说这段的长度是3 请你把这个的表格 请你把这个 这一个的图形的表格自己写 我已经写好它的表格了 这一个当然跟它有关系 因为它只是把它移过来而已嘛 它记录的时间 跟它记录的时间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图形的变化一模一样 你怎么用表格来表现出 这一个的记录 它要什么样的记录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图形 这一个的表格你要怎么写 才可以出现这个图形 你要先把上面的这个好好的写好 一定要写得很好 不可以乱写 就是一定要对齐 对齐上下对齐写 上下对齐写 上下对齐写会比较有感觉 麻烦你们上下 上下对齐 我是真的有对齐 所以我对的没有很好 我是真的有对齐 我是真的有对齐 请你上下对齐 你鞋太小了啦 你鞋太稠了啦 不要再任性了啦 如果是一模一样 它怎么可能会画在不同的地方呢 如果你现在写的跟上面的一模一样 那你的图形会叠在一起 你的X跟Y如果从头到尾都一样 两个图形一定叠在一起 不可能是分开 可是很显然 图形分开了 所以你的记录一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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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重写一次吗 太小了 再一次 按照我的写法重写一次 你们抓的抓抓的抓的 你这个地方错 你这个地方错 对 顶点错 不是只有顶点错啦 就是你只有 你这三个是对的 后面那边全部都错 但是你感觉已经到了 看得懂了 你敢看得懂 你敢看得懂 你欺负我的眼睛 再写一次 写那么小 应该给谁看了 你老花眼喔 对啊 欺负我的眼睛 但是你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一个地方是错的 不是错啦 我知道 你有看到 你这样画是可以的 但是你把头 你不要写那么小啦 欺负我 可能是你这部 正负那边有错 你这边都对了 这边 不太对 你们X跟Y的习惯 刚好跟我相反 但是你跟我相反 你会乱掉喔 我跟我相反 你写的方式跟我相反 所以你会乱掉 麻烦你现在 再跟我黑板一模一样 再写一次 我的X在下面 我的Y在上面 请你全部再重写一次 你顺序跟我不一样呢 请你再重写一次 你等到Y上面 没有啦 你现在跟我不一样 等一下我讲的时候 你会不容易懂 麻烦你调过来 来 你的X跟Y 跟我的方向不一样呢 请你再倒过来 我的Y在上面 X在下面 请你再写一次 那这子不就全部都倒了喔 还是要再另外写一个 另外写 请你另外再写一个可以吗 因为这个不用花很多时间 再一次喔 我的X写在下面 Y写在上面 你的习惯跟我不一样的麻烦 你先改一下 你没有什么错 但是你现在不改 你跟不上我 你没办法听得懂我讲的东西 所以麻烦你 现在必须要跟我一样 所以你不容易听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的顺序跟我不一样 你等一下写的这个东西 就没办法跟我对 我再讲一次 你这个的顺序 你这个的顺序 请你跟我一样 我X写在下面 我的Y写在上面 麻烦你现在先跟我一样 你没有什么错 可是你现在跟我写不一样 等一下我讲解的时候 你会乱掉 会不容易听懂我在讲什么 OK吗 你连这个都还没写好 对 对 哎呀 好 然后没有上 上下对齐 同学你们那个笔记做的不好 没有上下对齐 同学你们那个笔记做的不好 这样对 不要问我为什么写的 这样对了 知道 你要说什么 你的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笔记本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 不要让我那么痛苦 可以吗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那么 不要我们笔记做了那么久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看得很痛苦 你才写这样而已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它写好 为什么你们连黑板上那两个都没有办法写好给我看 为什么你们连对齐都没有办法对齐写好 我只要求你们把它对齐写好 为什么你们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为什么 我不懂 我不懂欸 你们连对齐都没有做好呢 整节课到现在我们花了快半节课了呢 你们连这个都没有写好 你们这样怎么学东西啊 我怎么教啊 你不觉得你很对不起我吗 我只要求你这两个写好对齐而已 你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到底困难在哪里我不懂欸 你什么叫对齐你不懂吗 什么叫做把它写下来你真的不懂吗 什么叫做做好的笔记你不懂吗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你的笔记我会很痛苦呢 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让我会很痛苦的笔记呢 因为你笔记做的不好你就没办法好好的想呢 我们竟然是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呢 我没有在做学习呢 同学拜托你们好不好 你们不要这样子啊 可怕欸 可怕欸 太可怕了 好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的 好 看那板 你看 这个点出现的时候 它在三秒后才出现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图形所出现的位置 它通通都会出现 对不对 所以 看了喔 它会出现的我都会出现 只是时间不一样 可以吗 所以 它会出现的我通通都会出现 可以吗 再来 可是我出现的时间点跟它不一样 对不对 它零秒就出现 我呢 三秒后才出现 可以吗 所以 所以浴室我不用给它 我不用给它数字 它直接怎么做 -3 -2 -1 0 1 2 3 加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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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浴室写的东西 我的记录时间 通通都 比这个图形 多记录的三秒钟 请把它写上去 那当然因为我给你的是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当然知道这一条 这一条你知道你要改成3嘛 所以 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算 你这个 你这个就可以算出 1加3等于4 会比它多了4秒才出 不 比它多了3秒才出现 它也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可是它要多3秒 因为它慢了3秒 它记录的时间都比人家多了3秒 然后这个就会在 记录时间5秒的时候 这个会在 6秒的时候 因为你要 你一样会出现在这些地方 可是你会在3秒后才出现 因为你慢了3秒才起跑 慢了3秒才起跑 一样都会到达这些地方 可是你慢了3秒 所以你的时间记录会多了3秒 所以你们的写法跟浴室不一样 你们就会 所以我不用给浴室数字 因为它还是可以写 那最好的写法是要把这个写出来 好的写法 好的笔记 好的笔记是写出加3 好的笔记是写出加3 从刚刚到现在 你只有写这样而已 你如果再不写好的笔记 你不觉得很对不起我吗 整堂课我快用掉一半以上的时间了 你只有写这样而已 你还不敢要写好 你真的很对不起我 然后接下来你才把那个时间算出来 所以你会写出4 5 6 然后这边会3 2 1 0 这才是一个好的笔记 这才是一个好的笔记 请你们以后再不要写 不要再写一个会让我看会痛苦的笔记 怎样 你可以先想看看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可以先想看看它的方程式该怎么写 上面的方程式是这样写 那它的方程式怎么写 那笔记都比人家快了 那你现在就要想 好 那我要怎么写 先想嘛 我跟你讲 你先想了之后要先写 写对写错都无所谓哦 错的更好 错了等一下我写对的 两个冲击 冲击之下 你下次会更容易对 因为刺激更大 但是你那个刺激要留着不能涂掉 刺激要留着 你自己现在先写看看 那这个紫色的函数该怎么写 所以X是1的时候 Y是1 X是2的时候 Y是4 这个方程式很简单 这个方程式就很简单 这个方程式这个函数就很简单 好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7 我就很容易写 7 7 49非常的容易写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X 我就 对不对 糟糕了 这类X是5 对到4 这类X是6 对到9 真正的X 真正的X哦 6对到9 惨了不好算 怎么办 我一样可以到达这里 对不对 可是我的记录时间会是什么 多3秒 多3秒 所以你应该是写 比刚刚的7还要再怎样 所以你记录时间是10秒 对不对 7 7 49很好算啊 讨厌的是他嘛 讨厌的是他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边如果是X的时候 你要怎么算他 先慢一点 这里如果是9 你记录的时间如果是9 这边要怎么算 8 11 多的那个3扣掉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你要先减3 再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记录的时间如果是9 要减3 你要减3 会变多少 6 所以这里要写多少 36 要写36 36怎么算的 你记录的时间要先把 多出来的时间扣掉 然后再平方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初是 正常的时间是6 因为你慢了3秒 你的记录时间多了3秒 对不对 正常应该是66 36 可是你的记录时间是9 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算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算 10 把3扣掉 在平方 就会好算 对不对 那么你的方程式该怎么写呢 记录时间如果是这个 我要怎么算出这个对应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扣掉 多出来的3秒钟 对不对 你要先把多出来的3秒钟扣掉 你才可以77 49 对不对 所以你的记录时间 要先扣掉3秒 才可以77 49 所以你要记录的是 扣掉3秒之后的 77 49 可以吗 所以这个函数 我们要怎么写 你的位置 Y代表位置 你的位置要怎么算呢 时间 扣掉3秒之后 在平方 可以吗 来写上去 知道我在讲什么 谢谢 低头是在写东西 低头不一定是不懂 大家的低头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让我知道你不懂 慢慢来把它弄懂 慢慢来把它弄懂 所以你知道图形 如果在右方 代表它的记录时间都多了秒数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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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如果告诉你这一条 好 这个如果是3 3 这里6好了 6比较合理 这也是3嘛 6比较合理 好 所以这段的时间差距如果是6 那么 这个的表格你会写吗 慢慢来 慢慢来 你要看我问什么了 对不对 一样哦 请你对齐 先把表格写出来 然后函数再写出来 这个显然它的记录时间会多了3秒 那往这边呢 记录时间会少了6秒 对不对 他偷跑 因为他偷跑 所以他 在6秒前就跑了 所以他的记录时间 他的记录时间 他的记录时间 会比人家少了6秒钟 一样都可以出现在那些位置 一样都可以出现在那些位置 可是他的时间会在别人的时间之前 他会少了6秒 所以你会怎么写表格 然后你再怎么会写函数 慢慢来哦 你慢慢来越慢越好 把它弄清楚 真的要把它弄清楚 因为你学起来就赚到了 就是以后就不用再来一次 因为这个是最难的 真的这是最难的 二次函数基本上就是这两节课我在谈的东西 写看看 你一定要试着写看看 你一定要试着写看看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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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试着写 放 옅 好 对齐 你们刚刚那段时间让我很累 我现在整个身体很累 不要让我那么累 真的很累 你刚刚让我很痛苦 害我整个身体现在非常的累 不错继续 然后函数写出来非常好 这样懂了 懂了之后 懂得人挑战这个东西 其他人不要看 你慢慢来 你慢慢来 我一开始在这里 不用画 你要画也可以 我图形在这里 我的函数 坐标 好我要给你坐标 我要给你什么呢 好我给你坐标就够了吗 好如果这个点的坐标叫做 7 到点 8 2比较合理 感觉 那你能够写出它的函数吗 然后这个叫做Y等于X平方 这个是已经OK的才可以 其他人觉得不行了 这样你会乱掉 其他人先把这个弄好 你可以画表格 你也可以不用画表格 但是表格确实可以帮助你 表格确实可以帮助你 你写的一级棒 继续写完 完全正确 你学起来完全正确 真的完全正确 这个时间一定要留给你 就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你不要急 刚刚那个浴室的这个写法 是最好的写法 这个写法是最好的写法 你应该要先写这个才算这个 7为什么可以写对 他也是先写这个 你要先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再算真正的X 不能偷懒的 这个不能偷懒 你偷懒 你现在偷懒 你后面就写 你就容易出错 你就容易出错 就是会没办法 你写法 对了 可是同学 我这是六名 所以你应该要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你的写法完全对 你的写法完全对 那你的函数要学会写 函数要学会写 写得非常好 谢谢你 这可以让我多活几年 多活几年 你的生命只要变回来了 对 因为他写了一个很漂亮的笔记 其实 真的 就是 你可以做得到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给我看 让我看得很痛苦呢 时间都有给你 你其实 因为他还在沉睡 他的头脑也不太好 真的 不是 因为你的表格写得不好 你就很难想 好痛 睡没 你就很难想 对 那边喊了 我又要破解 他就不可以 很难 不要懒惰 减六全部写出来 好 我给你讲清目怎么写的 清目就是学得很好 他第一个先写什么 他真的有真的把他学起来 他第一个先写哪里 这个非常重要 你第一个步骤一定先写他 因为他们都可以到达这个位置 对不对 只是记录时间不一样而已 记录时间正常的时间 就是-3-2-1-0-1-2-3 就是正常时间 可是很可惜的 他给他脱跑 所以他的记录时间通通 少六秒 对不对 脱跑嘛 所以他的记录时间一定是比较短 对 所以通通要 这才是好的记录 然后接下来你才把它怎样 算出来 如果不会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呢 算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知道了 你要你要算 你要算 你要算出这个对应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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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要得到49 我一样要得到49 本人家记录的时间是7秒 你记录的时间是几秒 你知道吗 少6秒 少6秒 所以你是在 1秒 1秒的时候 然后你就跑到这个位置 可以吗 可是这样不好算呢 1变49 变不出来 7变49才会好算呢 所以是怎么算的呢 对 你要讲要加回来 你要把那个少的那个秒数加回来 所以你要加6 然后再 所以你的函数 Y等 Y代表你的位置 对不对 你人在哪里 你在哪里呢 你在 时间 要把拖跑的那个时间交回来 再把它怎样 平方 二次方 好 再来 来 看这里哦 这一个函数怎么写 这一个的距离 如果12 如果12 这个函数你会写吗 不用画图哦 不用画图哦 直接写就好 首先 这一个的函数 这个的函数是这一个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啦 我把它整个往上搬 往上搬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相同的时间 我出现 他也出现 在相同的时间 我出现 他也出现 我出现在这里 他出现在这里 对不对 在相同的时间 我在这里 他在这里 对吧 请一下这段多长 在相同的时间 我在这里 他在这里 这段多长 你知道我怎么去写 上面它的表格吗 每格都是相同的 你知道我会怎么来 这个的表格 你有了不是吗 对不对 这个的表格的图形 就是它嘛 注意听哦 注意听哦 听懂哦 听懂哦 这一个的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这个图 对不对 我把它整个往上搬的时候 往上移两格 在相同的时间 这个记录的位置 跟我记录的位置不一样 时间一样哦 对不对 可是我记录的位置 跟你记录的位置不一样 你都比我怎样 所以请问一下 你会怎么调整这个表格 才可以变成上面那个图 你会改变Y还是改变X呢 你会时间不动 对不对 只动Y 对不对 Y怎么动呢 你的表格会怎么做呢 你的表格会这么说 对不对 你的表格会这么说 在相同的时间 它的位置都往上两格 所以你的函数会怎么写 算完之后 再怎样 所以这一条函数就叫做 X-3的平方再 可以吗 可以 懂哦 懂哦 如果他要写表格呢 如果他要写表格 就是这样写 懂吗 可以哦 我们就是透过表格 来了解他 是不是又更容易懂 不用写 现在先不用写 因为会有点 有点乱 因为还要出另外一支 怕你们会有点乱 所以先不写 怕你们会有点乱 那你刚刚的屏幕停下去了 蛤 然后呢 请问一下这一条函数怎么写 等一下不要讲自己写 这个很显然怎样 他的他先过来再上去 对不对 可以哦 所以你应该把它分两个步骤 他先过来这里 所以他所记录的时间 会比他多了7秒 他记录时间会比他多了7秒 可是多了7秒 我会觉得没办法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把 这一个的函数 就要写成什么呢 你记录时间会多7嘛 所以你就会加7 加7 加7 那所以你的函数 要怎么算才好算呢 你就要减7 对不对 所以你 这条黄色的 你会写y等于 你记录的时间 对 记录时间 会比人家多7秒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扣掉才会好算 了解吗 所以黄色的这个图 的函数就是他 可以吗 但是呢 我要你给的是绿色的 对不对 他又往上搬几格 2 往上搬两格 是y 每一个都加2 对不对 所以是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 你算完之后 要再怎样 加2 可以吗 可以 懂吗 懂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好 接下来 你不用画图 你就是告诉我答案就好 x y 不用不用都不用 直接写这个图形的函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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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想清楚 慢慢想清楚哦 他等于是这样 本来这样 对不对 偷跑 偷跑 对不对 偷跑 对 偷跑了 偷跑四格 对不对 时间少记录了四秒 对不对 然后 他一开始的位置 比较低 对不对 了解吗 懂 什么意思哦 所以 所以 写好了吗 写好了 你还不写 你没写 爱写 写这种东西 这一个叫做 我一等于 这个是冰方 那这一个会是神母 然后这一个会是神母 好 没关系 先下课休息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